树林山家百年车站在今年2月修复完成后 举办盛大的开幕仪式 也在百年车站内举办旧式美好的车站 那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吸引了2万名游客到这里来参观 另外呢为了活化站体的运用 台铁局拟定要将山家百年车站 招租给民间单位 来作为纪念品贩售点使用 借此呢来减少台铁的人事成本 也要活化骨鸡的使用 看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山家活生在 就是空间活出来做是一些 不同于只是展演的项目 那因为在空间活化这个部分呢 因为地方的一些需求 我们觉得如果地方有团体愿意出面来 做这件事情的话 可能会更贴切地方的需要 台铁局为了活化山家百年车站 三加百年车站站提使用减少人事成本 有意要将百年车站招租给民间单位来作使用 10号举办的招商说明会 除了地方里长和民意代表参加之外 也吸引了地方民众将近50人 一起来听取说明会的内容 那三加百年车站开幕两个月以来 已经吸引将近2万人事的游客来参观 但是台铁局并没有人事经费来管理站体 因此希望透过招商民营活化站体的方式 也借此更贴近地方的需求 也借此更贴近地方的需求